又疼了小腿上出现多处伤痕 让爸爸妈妈看得好心疼 把孩子送到高级托婴中心照顾 竟然换来一身伤 新主有家长控诉 把小孩送到稻荷集团托婴中心 竹北校区 回家却发现孩子身上伤痕累累 起初原方还狡辩 是小朋友在木地板上学习爬行 时不小心弄伤的 家长报警调阅监视器才发现 儿子一个月到校16天 就有8天被固定的主以上时间 长达2到5个小时 就算孩子大声哭喊 老师也置之不理 我们是出于避免孩子在保育当中 因为他会乱动 或是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不小心摔倒反而变严重 所以我们会让他帮保育 让孩子坐在帮保育上 时间过长 而且没有免效地去照顾他 原方坦承照顾不周 但强调是出于善意 怕小孩跌倒受伤 但家长在控诉 受害婴儿不止一人 托婴中心也不止有一位老师 就会将小孩的手脚顾跌的主以上 主任进出教室也视若无睹 根本是惯犯 甚至还入骂孩子又臭又脏 本案通报后 中心随即自主停止招生 两名涉事保育人员立直停止 并已解聘 遭家长控诉涉及月同的 稻荷托婴中心 每月收费超过三万元 主打环境及教育品质良好 吸引家长将孩子送来托育 如今竟然传出虐童 家长大骂 先前的宣传都是骗局 社会局表示 后续将召开家长专家会议 一旦确认脱婴中心违反儿哨法 将面临最高六十万元罚还并 勒令体业 接下来一线张正恩草宝导